9月10号教师那天有什么大的新闻呢 大家最关注的新闻就是养老金延迟退休延迟发放等等的 这不是已经就上了一个台阶吗 所以很多人说我讲一讲 其实我讲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 那既然要讲呢行咱们再说一下 还是我的结论啊 首先这个事是板上钉钉的 你肯定跑不了了 第二个毕竟说的是自怨弹性 所以呢按照年龄的不同 比如说今年是61 明年62等等的 会有一个区间 第三在强制之前一定会把这个区间啊 定在一个 比如就是63到65之间是吧 这么定一个区间的 第四就是养老金的这个钱呀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办法 第五是什么呢朋友 我认为将来的养老金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还想拿到跟原来那么多的养老金 比如你说我原来60退休 我大概能拿到6000是吧 现在这65退休才拿6000了 那你说如果我还想60退休行不行 我觉得在一段时间内也行 但是你要是60退休你可能就只能拿4000你自己选 第六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让你弹性是吧 其实国家想的不是让你多干多少年 而是能少给你发多少年的退休金 最后一个 我在讲日本的时候跟你们说过 日本原来也是60岁退休自愿到65 但是发展了10年左右之后呢 就变成了65强制 必须到65退休 然后可以自愿到70 至于70以后是不是也强制 这个咱就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因为前面都说了很多 大家其实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可是这次进入到这个立法程去了 你看啊 9月10号那天晚上 央视新华的官宣说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 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 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说人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上到咱们的人大常委会 马上就要板上定丁 就要把它继续的 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 可能给它固定下来了 你看吧 新闻都是这么说的 是吧 就肯定是这样的了 那这我插一句啊 90后们 你们赶上了 一 大多数90后 可能你90年的也许还行啊 大多数90后 你没有赶上中国房地产的飞涨 是吧 但是你赶上了延迟退休呀 你没有赶上这个房贷的七折八五折 没见过吧 但是你赶上了高的呀 都是你们了 前一段你们还说呢 我们950后 我们950后 我们00后 我们整顿这个整顿那个 来 你整顿一下 有用吗 朋友们 你无法接受 不行了 你只能默默接受 你不要跟我在这讲 我的评论局很多朋友讲 我就不 我就不 是吧 我不都说了 可能你发现一下也好 那国家也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嘛 没钱了呀 是吧 但是国家是用这两个小路说的 第一个啊 你看我们的整个这个寿命逐渐提高了 咱们这个国家 现在这个男的六十女的五十五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 基本上已经七十年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想当年的时候 说哎 那个年代 一九五零年设置的 当时咱们的人均寿命也就是六十岁多一点 现在呢 人均干到七十八点五了 那你想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二十五岁 说是毕业 然后呢 她活到五十五岁退休 干了三十年 是吧 现在的女孩子 一没留神 活到八十五 哦 干三十年 拿三十年 你当我们这是开州场的 开慈善的呀 你不贡献怎么给你呀 所以很自然要往这走 对吧 第二个 说一下咱们的教育问题 说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教育年限 从八年提高到十四年 教育年限提高 对呀 你教育年限提高了 你不应该奉献更多吗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你们自己体会 文件是这么讲的 第三个 钱不够吧 我前面说其实最大的问题 钱两个都是为了引致这个钱不够的问题 咱们自己看一下 社科院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比较稳健的预测 说我们国家现在所积累的呀 基本上就是那三万亿嘛 几万亿七万亿啊 反正各种口径不同 总之2035年就花完了 实际上到今天 经过了我们的三年那个啥 然后经过的话 到现在 我们再回头看的话 这个已经是落后的预测了 咱们国家到不了2030年 这个积累就花完了 朋友你算一下 1963年开始婴儿潮 如果按照60岁算 去年1963婴儿潮开始退休 那么就意味着 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左右 朋友们 20年 我们的高龄老龄人口占比 就不断的往上升 你想 哪个国家能承受一年两千多 有个年都三千万退休人员呀 谁能顶得住啊 你们看下面这个图 朋友们 老龄化持续加剧 蹭蹭蹭的往上涨 按照他这个算法 说我们到多少呢 这里讲我们到205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老龄人口占比 就已经是33%左右 就是已经赶上日本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 用不了到那个时候 咱们虽然出发的晚 但是咱们加速的快呀 咱们虽然说老的比他们晚一些 但我们老的比的快呀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 绝对是世界最牛 这个我们一点也不慌多让啊 我们就是第一 肯定比他们都快 那人老了就得养啊 你不得不承认 人老了以后 你的精力呀 体力呀 智力呀 创造力呀 你就是不如年轻人 你就是这个创造财富 能力下降 你就是得靠别人啊 什么东西养着你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年年轻人多呀 你自己算一算的时候 我国人口的中位数 在2010年以前 或者2000年附近吧 我们长期维持在30多岁 就是年富力强 现在呢 咱们中国的整个这个中位数 是40往上 很夸张的 咱们比那些主要发达国家 都要老啊 咱们还一个发展的国家呢 那这么如何发展 看好 现在要2.5个年轻人 养一个老头老太太 但问题是 以后呢 老头老太太越来越多 越来越能活 年轻人这样 大家记住啊 我不是那时候鄙视老人 金老师你就愿老们 我比你们朋友们 我比我绝大多数的粉丝 都要老 我比你们早老 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是吧 但是没办法 我们讲经济的 你必须从经济出发 他人老了 就是不创造财富呀 那钱怎么花完了 来 我们再看 朋友们 就算是2030年代 你自己看看 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这个表 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 这张图 其实一个广东 养了全国一半的老人啊 当然你也不用说 说我们就 广东就应该说 那不还去广东打工吗 我还是深圳人呢 我在深圳交了养老保险 那你们养我爸妈也合适啊 全国一盘棋 这个没得说 但是总之你自己看一看 对国家有贡献的是多少 我举一个例子 东北 我不是说鄙视东北啊 什么这个 我没有地域 我不是地域黑 但是东北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第一年轻人少 没人交 现收现付吗 对吧 第二个 2014年以前 东北的国企央企居多 本来有一些人就没交多少 我知道有交过的啊 你们不用给我抬告 我知道有呢 2004年交的有呢 那企业里面有呢 他交了多少呢 本来交就不多 而且东北是咱们国家的话 其实挺长寿的一个地方 相对来说挺长寿 城市城镇化水平高嘛 对吧 那所以就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你说 这时候不是咱们一个国家遇到的 那其他国家也老嘛 也有这种问题 他们咋解决呢 三个解决方案 开源接流嘛 首先先看 第一个 提高社保养老金的缴纳基数 对吧 第二个 划转各种企业的资金 资产 尤其国企的 第三个 什么 延迟退休 先说第一个 咱们中国交的多不多呢 多 但不是最多的 很多的发达国家比胆多 咱们就以隔壁日本为例 你看啊 日本厚生年金保险 你就把它认为是中国的养老保险吧 这个东西缴纳工资的9.15% 健康就是医保 缴4.95% 雇佣保险就是失业保险 就是0.3% 这我们常说三险 以及五险 这这三险 咱们中国这三险呢 咱们中国是养老八 医疗二 失业保险0.5% 算下来是10.5% 而日本是14.4% 对吧 没问题 而且日本过去这些年 一直在涨这个 那有人说 那咱们中国不是挺好吗 我还是那个话 朋友 问题在于 咱们中国的这个保障 这个标准 能跟日本平齐吗 你们不要老鄙视日本 它是发达国家 咱们中国的这个社保的 这样的一个保障的力度 能跟日本比吗 更别提 我再多提一个扎心的 日本是包括所有老人的 有老头老太的农村的 有呢 咱们中国的农村老人 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半天 多长时间了 我都没提中国的农村老人 根本就不在这个养老金里面 交个15年多少年 就一个月100多的养老 你说 还有什么一老一小那些 咱们还没算这些的 就已经这样了 你说咱们现在中国 再继续网上拉基数 行吗 不行 再说一下咱们的央国企 对 有人开玩笑 说咱们就让这个老头老太太们 让老爷子们 去监督央企国企 因为17年的时候 国家已经发过文了 那年国务院有一个文件 说话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把这个国有企业股份的10%化为了社保 那以后 因为这个池子越来越小 会不会接着往里话呢 是可以的 但是朋友 你自己想想 我不能展开说了 咱们的央国企 包括那个油 有多少是亏损的 你把它弄进来 所以就剩下延迟退休了 这是一定要来的 这个事啊 你也别觉得咱们冤 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延迟退休 来下面这有张表啊 你们看 各国的退休年龄一栏表 比如美国 中国 日本 等等等等 你发现了 咱们的这个主要竞争对手吧 说美国男女六十多 都66岁 日本男的65 女的65 等等的都往下 其实都挺大的 是不是 都挺大的 所以有人调侃吗 这个情况下 我们不讲中国特色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了 这还真是接轨了 那为啥能解决呢 我再回到最开始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 国家其实根本 不是说需要你们这些劳动力 你们都是老了 我们中国现在 35岁以上 年轻人找不着劳动力 需要你这些劳动力吗 我是不想给你发这个钱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说有一个女同志 55岁退休原来 现在改成65退休了 那么当你遇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 朋友们 你自己想一下 首先 你是不是少拿了10年养老金 对吧 同时 你有多交了10年养老金 这个没毛病吧 55到65这10年 你交养老金了 同时你还少拿了 礼拜里多少年 20年不都出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家里有这种情况 你说我就是自愿了 我确实干不动了 我60岁我真干不动 我就得退 也可以 但是呢 你要么打个折 本来按理说 就像我说 应该给你6000的 现在给你4000干不干 你可以推 第二个 那么从60岁到65中间5年 你别拿退休金 你可以不干呀 正好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 是吧 你既不领工资 也不领退休金 你自己在家 自己待机5年 可以呀 灵活就业去 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5年以后再领退休金 你干不干 你别笑 这个事是一定会发生的 明白吧 因为日本不就这样吗 日本是这样 如果你说我退休了 我不差钱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公司运作的比我好 我自己出去投资 还可能亏呢 我一直不领 我虽然是70退休了 我75再领 行不行 可以呀 滚着呗 国家巴不得你不领的 如果你要是75 还没等你70次 嘎本一下人没了 多好呀 是不是 就等着这一条 你看着咱们一定会有的 所以呀 咱们最后还是回到开始 我们今天调侃 有人说说 我现在最大就是 给我爷爷当孙子 为什么 我爷爷 退休工资 一万二 一万三 然后我才拿三五千 不如伺候好他们 他们钱给我 是的 但是这是最幸福的老人 这代老人 就是50后 60后 以及部分岁数比较大 70后 他们是最幸福的老人 赶上了改革开放 赶上了房地产的暴涨 赶上了中国的入市 赶上了互联网的高潮 他们全赶上了 而他们很多人 15年以前的公务员 你交过什么养老金吗 你说现在拿多少 但是朋友们 尤其是90后 95后的朋友们 你们没赶上 你也不用说 赵那这 反正就是没赶上 怎么办吧 奶朝奶代 没有冤死鬼啊 这事你得自己办了 那么朋友 你就想想 如果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很幸福啊 他们不管咱修了 那么你呢 人老了 靠国家养 你记住 以后社保就是个低保 靠公私养 靠孩子养 孩子不给你添乱 不啃你就是好孩子了 养儿防老 这么多年防没防重 你心里不清楚吗 靠谁 靠自己吧 各位90后95后们 努力奋斗吧 黄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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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